即时新闻综合报道针对经济部昨日在立法院发表 台中火力发电厂产生了下午二 武战台中市总量不到1%的说法 台中市长林佳龙稍早在脸书上 PO文表示希望经济部正视中火的问题 并提供人民正确的资讯 另外他也强调空污市中台湾的痛 也是全国共同的敌人 台中市政府不会逃避 林佳龙在提文中指出 台中火力发电厂一直是中部最主要的空污来源之一 下午二 五的排放占了台中市总量是四 5%流氧化物氮氧化物等也占全是63 6%39% 2%对空气品质的影响明显可见 希望经济部能正视中火产生的影响 并提供人民正确的资讯 另外林佳龙提到台中市从2015年起 开始要求中火降载并减少生煤 同时也推动自制条例 务实的协调 实践政策并严格要求中火配合 也促使中火投入92亿改善 一至四号机组启动两部天然气机组的环平级 规划140亿室内燃煤堆质场 尽可能减少下午二 五飘散 从过去仅有少数立委关心此一题 到近日也有其他民代开始提出中火降载 升煤减两等诉求 林佳龙乐见改善空气品质成为全民共事 不止中部人在意 也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重要课题 他也呼吁从地方到中央 台湾人民一起携手走好空无改革的路